据法新社3月20号报道,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刊登的一篇专家报告认为,气候变化加重了北京冬天出现的致命的雾霾天气的频繁程度。 研究发现,1982年到2015年间,北京及中国北方其他主要城市每年出现严重雾霾的天气频率从45次增加到50次。 同时,同30年前相比,增长了10%。 报告警告说,如果气候持续变暖,极端雾霾天气出现的趋势将进一步恶化。 北京市民徐永海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, 今天一到冬天特别不好,这两天也不好,现在已经不取暖了。 北京15号开始不取暖了,今天20号了,这两天也雾霾,可能跟取暖也没什么关系。 以前两会期间北京天气特别好,那时候汽车也挺多,可能跟汽车也没关系。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,老百姓也不知道,肯定国家知道。 报道说,科学家预测,到本世纪下半夜,在中国大陆严重危害民众健康的雾霾发生频率, 还会增加50%,而且持续时间也会延长近两倍。 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吴立宏认为,过去几年,中国当局在减少温室气体方面,表现差强人意。 中国现在主要还是这么多的牌物企业,就加重了温室气体的上升。 李津平去年在杭州节日领峰会,已经结束了807号协议嘛。 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好,但是现在下面这些企业不去执行写进品签署的命令,等于是一字空文呀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,高山的采访报道。